哈喽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看 XRP之前这个暴涨之后 后面的一些后续的状况 那以及整个比特币市场跟 再来下一周有可能一个走向啊 马上带大家来看 首先先带来到 Crypto Bubble 看到今天是周末日 周日晚上凌晨 这礼拜一的凌晨呢 两点钟之后 我们看一下整个市场上的 Ocoin的话还是一个暴涨的状况啊 那从1inch到Market到甚至Lunit 这都是一般我们讲是说 这市值比较大在排前20到50的一些币 那所以涨的都是这种比较 我们是说比较篮球一点的Ocoin 那这我们来到 Corymarketcap可以看到 XRP其实已经超越BNB 来到第四大的一个币 当然XRP目前为止下暴涨状况之下 有几个不同的讲法 那当然主要是XRP 在美国的法院认为它是非证券之后呢 那后面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我们先带来看比特币价格 如果你看比特币价格 看到这里日线图啊 看到日线图 我们现在看周线 周线应该已经收了 周线目前为止 你看周线这个地方其实在这里是相对 这个地方盘整状况啊 那如果你看到日线图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高位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通道 但是整个现金流相对是一个往下的方向走 感觉是有点点背离的状况 所以这看起来这个地方似乎 有机会在这里 价格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往上走的话 其实有机会会下来碰到28,500啊 我觉得如果机会碰到28,500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要看一个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底部背离啊 那如果到时候如果这是跌破的话 那当然会可以看到 这个现金流会出现一个背离的状况啊 现金流跟这整个价格出现一个背离 那这样子的话那价格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碰到28,500之后 那重新再向上走了 那这个是有点像是BQ会走的一个状况 或者如果我们来看到4个小时图的话 4个小时图目前为止在这边 现金流是一个neutral的状况啊 但是如果你看到下面这也现金流是红绿红绿的交叉 那这边的动能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状况啊 所以哎这个地方有机会 比特币的价格往上走 短线之内 我觉得比特币价格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震荡啊 那当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些震荡的状况之下 那再来的话也带大家看一下XRP的一个状况 XRP如果带大家看短时间走XRP 你看2020年到现在为止 从高位跌下来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反弹的部分大概到 30%左右啊 那其实你第一个目标价如果是50%的话XRP可以来到1.13呢 1.1左右 那如果你来到0.618的话那价格 可以来到0.325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这个地方进场的话那当然是0.325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Tech Profit的部分呢 那当然如果你说XRP中长线来看的话是不是有机会的突破向上我个人认为是有蛮大的机会啊 那如果我们看一个更长一点的图 那是从前两个周期2018年的高点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昨天这个地方高点到这里是来0.95 0.95其实很妙 刚好是这个下斜线 这个高点碰到这个压力去之后回倒 那这里如果XRP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突破向上的话 在这个一样盘 但这个是周线图 肯定要盘一阵子的几周的时间呢 如果有机会突破向上 我觉得XRP如果这边有机会突破向上的话 那价格的话应该会是 有机会挑战3.2 甚至你说下一个周期2025年啊 2025年来我觉得XRP上10块到12块都是有可能的哦 这边上去到10到12块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说目前为止你说0.7算贵还是便宜 我觉得0.7是一个还蛮便宜的一个价格啊 如果上10到12块之间 那大概是有14倍左右一个状况啊 那大家知道XRP上一个周期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受到低估吗 上一个周期在这个地方 其实并没有超过前高哦 2021年的周期并没有超过2017年前高 所以这一波如果有办法这个地方往上走的话 很大机会是一定会超过前高 那在至少在涨2-3倍以上 那带大家看一下市场上一些不同新闻呢 所以讲到为什么XRP 目前为止是对整个市场的意义非常非常大 那除此之外 应该要怎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 那么看到Coinbase跟Binance 其实目前为止还是在 一个跟SEC在打官司的状况啊 SEC说他们在这个市场上都是出售一些 证券相关的代币啊 那XRP在目前为止 市场上已经认为 法律法院已经判决他不是代币 那有几个币都受到很大影响 包括Candano, Solana, Matic, Bitcoin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像是 一个市场上 当一个主流的币受到了认可 并不是security之后 那大部分的其他币也有机会 在这个状况之下 不会被法院用来仲裁是 证券状况啊 那另外那SEC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 Ribro CEO Brett Garlinghouse 他讲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美国SEC现在 虽然在这个地方还是打算 把XRP当成是证券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被法院驳回了 那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现在虽然这个状况 目前为止在这里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将来在法院上 要引述这样的一个条款啊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都是以海洋法 海洋法是以判例为 依规吗 那你要比判例为依规的话 你要将这个条款 这个判例拿来当引述的话 需要一些时间啊 并不是说马上马上就可以 当成是一个引述 那么想讲 as a matter of law the law of the land right now is that XRP is not security 并不是一个证券呢 until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EC to file and appeal 就说他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案例 and it might take years frankly we are very optimistic 就是说目前为止 虽然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把它当成是案例的状况 但是还是非常乐观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状况 发展下去 我觉得ribble基本上目前现在0.7 我觉得看价格3块是基本的 那再还是往上走到10块 2025年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啊 你带大家看几个推特状况吗 那今天xrp在这边 之前xrp在几个交易所都delete了吗 那现在他整个release 大家就重新再上 这把这个币呢 放回交易所可以买卖 coinbase big stamp binanceus crypto.com crankin 这都是目前为止 ripple就可以重新买卖了 之前应该是所有东西都下架了 那再来的话也是重要的啊 financeus重新的上架了ripple 那这个7月14号的时候重新上架ripple 那同时间呢 跟ripple类似相关的 这些有一些币 那这一币其实看得出来 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主流的货币啊 包括什么cadono solona polygon tron cosmo troncon ICP 那甚至firecoin near protocol sandbox等等等等等等 那all around 这些都是上一个周期的主链啊 一些主链升flow等等 这些主链 主链今天涨得蛮强的哦 有几个主链 今天是一个主要的涨幅的一个 区块啊 甚至你说dash 这个甚至更老 这些crypto等等 这些都是被认为 目前的主流的货币里面 当然是security的部分啊 那我相信这些secure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只要是xrp这里现在已经不认为是证券的话 那他们其实都有机会 在将来变成不是证券的 那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啊 市场是这里 现在看到tether又在持续的硬tether 那大家知道在tether如果持续被硬的话呢 代表是市场的requility会增加 那比特币往上升的几率啊 通常很大机会就是因为tether的硬tether增加 蒸发之后在市场上买比特币 所以有机会啊 市场透过tether的蒸发 那很有机会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更有往上走的一个是 那除此之外 那sec 这边讲说接受了 blackrock btcetf的申请啊 接受申请不代表说他会批准哦 只不过说之前他 聚了一些 etf的 申请之后 那重新有人重新在 递交的话 他目前为止其实 他再度的申请 那等于是他接受这个申请 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审核啊 像etf是除了美国之外 那全世界各地方欧洲 那甚至澳大利亚都有一些etf的 很大的动作啊 那香港这边其实 注意的朋友有注意到的朋友 应该是汇丰也是推出了比特币的etf的状况 上上 反应应该是还可以吧 那这边讲到一个 monochrome bdf bitcoin etf getfile 在澳大利亚 在澳洲啊 现在也是有出现这样是etf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整个市场现在目前为止不是只有美国 每个地方的这些大的金融机构 其实都把比特币当成是一个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要开发的一个生意啊 今天跟大家聊这 如果视频大概价值的话 请关注我们不订阅哦 我们最近要跟大家多讲一讲 Ocoin等等等等的新闻啊 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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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